Lio聊四季 TNT6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維京人對上哥德仁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維迪圖 好 今天的這場對決呢 是Nagesh對上Heart 那兩位呢 都是頂尖的選手 那目前呢 我們頻道都會拍這個 世界前100強 所以對戰的選手我們的實力喔 是可以不用懷疑的 是一定是非常非常強 最近也有打算要來拍一些比較偏向於新手們的 大概是1500或是1000分左右的玩家的這個影片 不知道大家想法如何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你們的看法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維京人 維京人擁有遊戲一面最強大的經濟文明 擁有免費的輪軸技術跟手推測 讓他在前期中期的經濟都不會太差 但是到了大後期 經濟來說是不會有太有優勢的 但後期他還有三級農跟三級木 所以如果要打垃圾兵開始消耗的話 維京人也是可以稍微嘗試的 但是維京人後期科技數有相當不足 沒有火槍也沒有火炮 讓他在後期的工程跟反制方面會稍微弱了一些 那他的生旅科技線也不是非常完整 維京人打起來還算是有點偏綁手綁腳 但是他的經濟優勢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那後期維京人主要是打步兵為主的文明 來看一下這邊兩邊落馬互打 唉唷 結果這邊選擇畢戰 要來上高地反打一波嗎 上高地不敢追 這邊想要來卡下野豬 好直接吃見死 笑齁死到在幹嘛 哈特你好 尷尬呀 哇想要卡豬結果卡到自己死去 好我們就去講維京人啦 那維京人呢也有擁有這個遊戲裡面喔 攻擊力最高的強弩文明喔 但是他的強弩呢是沒有這個母子環的 雖然有11點的超高攻擊力喔 但是射速來說喔 還是很容易打輸這個10點傷害母子環的文明 這個強弩文明喔 好 那維京人的後期呢 打這個維京狂戰士跟劍兵勇士喔 都是相當適合的 那再搭配一些肉馬啊 或重裝騎士喔 進行搭配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但是他的重裝騎士喔 沒有這個品種的關係喔 會稍微弱了一點 所以維京人到了後期喔 出馬通常都是會出輕騎兵喔 出重裝騎士的情況是比較少一些的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哥德人 那哥德人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步兵單位非常的便宜喔 六五折的步兵喔 到了帝王時代 那他前期吃野豬呢 跟鹿肉呢 可以吃得再更久一些喔 大概可以補正快要100肉左右的資源喔 所以讓哥德人在前期的肉量 是不會太差的 前期稍微有失誤 也不會馬上死去喔 那還可以轉出大量的毛兵啊 或槍兵或是肉馬 進行前期的反制 那哥德人的前期棒棒壓制喔 也算是比較適合這個文明的開局喔 跟棒棒一開始喔 就有這個消耗節眠的關係喔 壓力上來說會其他 比其他文明來說喔 更少一些些喔 那哥德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步兵 火槍火炮為主的文明喔 攻陰路線稍微不太行 但是有戰毛兵喔 三攻三防 對於強弩文明喔 還是可以用戰毛兵反擊回去喔 那遇到攻兵國家的話 他是不太擔心的 畢竟有這個哥德衛隊喔 大家最熟悉的喔 這個持盾步兵喔 遠防非常高 但是對方也是圍巾了 也是步兵文明喔 但是哥德人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一般來說 步兵對打的體質來說 是哥德烈勢喔 但以量產跟產能優勢來說 是哥德優勢喔 所以哥德人要打贏對方 步兵大軍的話 量產是要非常兇的喔 產能打得贏 那這個基礎上呢 要讓自己的經濟更好 才能按出這麼大量步兵來 所以哥德通常都是打一個 開農路線喔 偏多 那目前看到這種 開稿路線的哥德喔 都被弄下去了 結果哈特這邊是打一個開稿路線啊 直接一個野軍喔 這一道就是我們常常說的喔 哥德一開始開場喔 可以去點支部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拉一隻村民 去射對方路啊 或是豬都可以的 好 維京這邊是有看到喔 他的鹿熊都被射死了 然後這邊轉出了三棒棒 果然哥德就是要這樣打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但這個打法是非常高度的玩家喔 才會這樣打 可能在1500、1800不太常見 大概是有機率會出現的 頂尖玩家們他們的細節 會處理得更好一些喔 但維京這邊已經補下了 織布技術的關係喔 村民沒有那麼好被擊殺掉 好這裡想要再蓋欸 蓋得起來 有機會 哇 直接圍死 這邊再圍一個 右邊再圍 喂喂喂喂 手速很快 好 哥德這邊很有可能會上 這個 裝甲步兵的升級喔 那現在要趕快把這個肉 趕快再吸一吃點這個封建時代喔 好 黃金的部分 待會要趕快去挖 要挖黃金嗎 挖黃金的話 那這邊就可以轉裝甲 後面補了一個軍營 我已經稍微防守一下 好到了左邊去打獵 直接一個遠程吃鹿肉 四人吃 有要下這個 魔防嗎 還是直接補一個 魔防在這裡會比較好 不然現在這個路群 來回實在是有夠 但是他拉四村喔 很有可能就是單純喔 不會去下魔防喔 因為四村的好處就是 你來回一趟喔 一定吃得完 三村的話你可能吃完一趟喔 就裝載 肉就裝滿了 你可能要來回兩趟喔 才可以吃得完一隻鹿 那如果是四隻村民的話 可以一次喔 把這個鹿肉全部搬回去喔 沒有問題的 不需要搬兩趟 好 哥德看起來是想要省一個魔防喔 然後用自己吃鹿的優勢 可能想要省下這些木頭 高速撒起農田喔 打出這個黑跳城的 經濟優勢喔 那這邊可以二十六 二十四匹 想要黑跳城 好像有點困擾 最近按了三棒棒喔 這邊跳城是有點難跳上去的 但還是要先撒農田喔 OK有先撒 沒有問題 四百多的木頭 補了一個馬舟的家裡 補下了一級農跟一級伐木 都有一個純農物線 那對方這邊弓兵是稍微慢了一點喔 到了大概十一分鐘半 才出來這個弓兵單位 那還行 也不會慢太久 算是能接受的 畢竟上面這裡喔 剛剛慢了一些 伐木的部分 去防守的關係 木頭會少一點是正常的 那哥德這邊補了一個射箭長跟馬舟 什麼都補 唉唷 這邊可能為死差一點點阿 哇 他這樣子前期投資 其實壓力是蠻大的喔 如果他是補馬舟的話 這邊就可以再把這個 射箭長的木頭省下 多灑三片田 讓他的初始經濟會再更好一些 但HOT並沒有這樣做 反正是打了一個工兵佩洛馬 給對方極大的封建時代的壓制 後方的軍医也沒有再繼續出步兵 這個步兵也是稍微回頭 也沒有轉成裝甲 前期打的算是偏保守一點 並沒有非常激進喔 一直瘋狂前壓 後方兵過來右邊守一下 補了一個房子 這邊圍巾是要趕快撒農田 目前以經濟來說 是圍巾這邊會稍微有優勢的 這邊遠程吃鹿肉 沒有打算繼續吃喔 吃了一隻就回家 四隻工兵過來 先射一下洛馬 洛馬即時拉走 毛兵開始騷擾 這邊的村民效率非常的差 把這個殘血的拉走 當這村民要回家嗎 還是回去撒農田 欸怎麼有馬撕掉聲音 OK 圍巾的肉馬終於送掉了 我想說奇怪 圍巾沒有按馬怎麼會有馬的聲音 原來是他原本那隻肉馬 終於被收掉了 好上方的棒棒還在囉 圍巾補下了一級射 稍微可以反制回去了 但對方 哥德爾這邊毛兵 出的是偏多了一些 但圍巾並沒有想要轉 這個毛兵出來 而是決定要轉肉馬 唉唷 結果這裡有一村 直接被集火掉 死了一村 哇 結果手殺是由哥德爾拿下 但還好圍巾這邊經濟很好 現在擁有這個輪軸技術的優勢 來看一下經濟有領先多少 這邊經濟領先應該是 哇圍巾反而領先更多 沒有想到圍巾被這三隻棒棒打亂這個節奏 先介紹我被傷到了一些 並沒有非常優勢的感覺 好這個毛兵一發一隻 收掉了四隻工兵了 第五隻也沒問題 六隻也ok 現在是圍巾軍事上的大失敗 沒有辦法就去壓制給對手壓力 那我個人認為這邊圍巾似乎 暗攻兵不是太好 暗攻兵雖然可以打肉馬 但對方的毛兵實在太痛了 但如果這邊轉太多肉馬出來 生死大優惠劣勢 但哈特這邊哥德爾也是就去暴兵出來 所以這邊就去暴兵也不是問題 那攻兵的話也是不能斷 那這邊圍巾還是想要使用自己的肉馬 去解掉對方的毛兵 對方的肉馬使用自己的工兵去解決 這一個路線 那這個路線的優勢呢 就是自己會有更多主動權 解完之後也可以去進攻 但相對來說 這個解的代價就會更難受一點 純毛兵的話前面毛兵打贏之後 再用強兵去解這個肉馬會更好 但是很難秀得贏 畢竟槍兵是沒有主動權的 比較被動一點 也容易被對方的毛兵解決掉 那如果是出肉馬的話 可能就還可以擁有一些主動權 進行壓制點 哥德爾這邊補下了輪軸技術 經濟應該是跟圍巾現在是一樣好 而且剛剛哥德爾還賺到了一村的優勢 那其實哥德爾 由於不用研發這個織布技術的關係 這個織布技術不用這個時間去研發 所以通常可以多對方一村 這算是他小小的一個優勢 好這邊肉馬出來第一時間沒有去攻擊毛兵 反而是去打肉馬 後方的工兵直接被毛兵射成白癡 被壓了回去 圍巾這邊節奏直接被帶走 但是後面肉馬已經打贏了 好那剩下這邊 對方格德爾沒有再繼續出肉馬 毛兵就會繼續追擊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出肉馬配攻兵的優勢 就是你打贏的話會有主動權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主動權 你就不會被壓在家裡 但如果你出毛兵跟槍兵的話 你到對方家裡 對方可能還是輕輕鬆鬆出個毛兵 就把你壓回去了 好那肉馬就不一樣了 但肉馬相對的代價也是比較高的 肉類消耗實在太兇了 好終於解掉了一些單位 左邊這隻肉馬也收掉了 這裡再補了一個馬就 哇 雙馬就 三個馬就 柯德爆馬 好這裡見他補了一根 在金礦處 好用主動權的微技能 開始騷擾哥德後方的經濟 哇前期就打這麼兇了 好這隻殘血的肉馬應該是解決不了了 來戳一下 搞定 這隻槍兵即死攔截 好後方的弓兵來囉 槍槍兵要先撤 那毛兵 哥德哥這邊可能再按一些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 直接存到城堡時代 開始爆騎士了 黃金待會要繼續補 三馬最後要持續出馬的話 黃金至少補到13人左右 至少補到13人 甚至可能要再更多一點 18人之類的 畢竟你還要點二宮二房品種那些的 黃金消耗量是非常大的 好 城堡時代還有一分鐘 違竟人這邊還有一分半 差距大概四十秒左右 好那這邊應該是小打小鬧 好收掉一隻肉馬 後面毛病稍微給對手壓力 這邊舔被控太久 總可以復更一下 那次隻弓兵還在魯曉 哥德被迫轉了一些肉馬出來 唉唷 這邊怎麼 三馬就轉三射箭場 這是什麼奇怪的城堡時代開局 有點奇妙齁 這個是什麼 小朋友才選擇 大人我全都要 我才不單出騎士 我連馬功都要出 也不是哥德人嗎 現在哥德... 的Meta 越來越偏走向 工兵的這個馬功路線 哥德人馬功他比較尷尬的是 是沒有這個母子環 也沒有這個安賢戰術 他只有正常三級馬海跟三級射 所以馬功會用小 有點像是喬治亞人那種感覺 但喬治亞人他也是沒有母子環 但他也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這一點的話 哥德就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所以哥德馬功路線 在這個頂尖比賽裡面 算是越來越常看到 我們頻道上也是 大概播報大概三到四次左右 這個天梯上出現 哥德馬功的情況 越來越頻繁 但是在一般場來說 哥德還是主要出這個 騎兵 或者是步兵 是比較常看到的 馬風的話 就真的相對來說是偏少一點 右邊的騎士過來 這邊都是為死的狀態 可能會撞老頭 這要直接去夾了嗎 想要卡住騎士的入境 結果招牆到一隻騎士 這隻騎士能夠收掉老頭嗎 可以 最後還是收掉老頭了 那就還不知道很虧 好 開始馬功給對手壓力 而且現在有品種的關係 馬功實際上來到了70滴血 現在是比較難產一些的 那維京人克制馬功 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出奴兵 反正到了帝王時代 強奴可以變成11弓 直接打工兵 也可以打對方的 騎士 那如果真的工兵出太多的話 哥德這邊結上城堡時代 然後挖出一棟城堡 轉出哥德位隊友 也可以反制維京人的 這個強奴 但以現在維京要壓制敵人的方法 其實現階段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畢竟我們剛剛說到這個奴兵 也是需要大量生產 才會給對方壓力 當他生產出來的時候 對方也可以輕鬆鎖住 甚至可以升到帝王時代 所以這個時候 維京人雖然用免費的手推車 但他還是要先融一下 把這個精進拉起來 然後再轉一些工兵 才有可能打得贏 OK 反正是雙射箭場 開始再出工兵 那也轉了一些槍兵 那對上對方的馬功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就是很容易被對方的馬功給拉打 槍兵就沒有辦法收到一個很好的防護效果 對於騎士來說 所以維京這邊 轉這個修道院 其實會更好一點 轉這個老頭 但馬功這邊一樣是6點射程 打這個老頭也是比較好打一點 那老頭的射程呢 招牆射程是9點 對於馬功的話是差3點 只要多走3步 就可以收掉老頭 但老頭的防守效果還是太好 招牆騎士還是很優秀的 這邊沒有足夠的肉可以去點 農務兵的升級 用小弓稍微反制一下 這邊是3TC開農 先夾起來 農個一波 騎士開始壓回去了 波飛燕補了一個 射箭場 三射箭場 那維京應該是不會出馬功這個單位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畢竟出馬功太虧了 也沒有品種 更何況他也沒有重裝騎士 所以維京裡的馬功是偏弱的 好 弩兵補下 這邊 哥德爾也補下了手推車 目前是雙TC 坎濃 對上維京3TC 村民差距來到了12村左右 後面稍微反制回去馬功了 前面補了一根城堡 這裡又有更大量馬功 在干擾貨方的木材搬運 木材稍微被小小碰了一下 這邊維京要克制這邊馬功的話 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把這邊圍起來 用奴兵從這裡壓進去 然後把這裡圍起來鎖死 然後如果他敢從左邊繞過來的話 再把奴兵搬過去 千萬不能讓他這邊一直繞來繞去 這裡會很麻煩 如果是viper的話 他就會把這邊工兵全部壓在右邊 然後趕快拉村民去 把這個房子蓋一蓋 鎖死 然後讓他逼從左邊離開 然後再把工兵繼續壓過去 進行包夾 對就像這樣子 對對對 但右邊沒有要尾嗎 尾一下用意 是不要讓他再繼續跳恰恰 如果不追的話 這邊工兵上前往前 槍兵戳到一些傷害 戳掉非常多的馬 這邊馬功損失力有點慘重 那馬功拉打的話 那個動畫 拉弓的動畫還是比較長一點 所以馬功在射長槍變的時候 特別注意 這個弓箭有沒有正確的被射出去 好 頭石車開始採取左邊的城鎮中心 可以圍巾一些軍事上的壓制 馬功配頭石車路線 圍巾現在輪在發呆 轉出了一些圍巾狂戰士 這邊打過去最好方法 就是槍兵直接上 封兵去射後飛馬功 前方的步兵去攻擊頭石車 是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剛剛頭石車差點砸到我已經狂戰士 後方有兩隻村民可以修頭石車 所以不怕工兵直接反擊 槍兵往前 被砸了一發 全部殘血 剩下的長槍兵直接由馬功給收拾掉 問題不到 左邊吃了一發頭石車殘血 站在頭石車又再砸了一發 把左邊的工兵砸掉了非常多 但側面的強奴兵已經射掉了一台頭石車 後方這根城堡終於要蓋起來 再趕快離開城堡射程範圍內 兩村嗎 哇兩村 因為有彈道雪 所以一定射得到 哥德爾這邊也是補下了一根彈道雪 這樣馬功才會射得更準一些 這根堡拯救掉了左邊這個城鎮中心 終於可以在正常開農 這時候的村民宿一直來到了96村 對上86村 村民差距10村 那維京遇到頭石車的解法 會比較偏向騎兵或是維京狂戰士 因為維京狂戰士呢 移動速度是比劍兵勇士 還要再更快一點 是在這個劍兵勇士跟騎兵的中間 不是用騎兵 就是用狂戰士 解來會比較常見一些 右邊的工兵 就來救一下 過得補下二級農田 維京還沒有補下 維京狂戰士來了 跑得快就是優秀 1.05的跑速 馬功只有1.54 差0.5的跑速 頭石車回頭砸一發 可以再砍個衣服嗎 頭石車在砸 好像中了 果然 可以先射掉殘血的 頭石車後面砸了一發想預判 沒有預判成功 先射掉頭石車沒有問題 但是後方23隻的馬功 直接射掉了非常多的奴兵 這邊交換起來 維京算是偏虧的 剩下18隻 果然奴兵射馬功 還是 交換起來 算舒服 雖然馬功有血量上的優勢 但奴兵的造價相對便宜 這邊割德出馬功 讓維京人有點煩惱 割德這邊轉出了毛兵 四隻毛兵開始按了下去 下方這個城堡 蓋在這個位置還不錯 可以守護到自己的腹筋 那割德這邊的兩邊框 都在偏正前方 這邊打馬功 確實也可以做到一個 控金的效果 就可以給對方極大壓力 那維京這邊是很保守的 挖出兩棟城堡進行防守 到了帝龍時代的維京人 遇到 割德人 如果打維京狂戰士 還有可能會被 割德的馬功啊 或是火槍給反制 那維京這邊的利器 還是要出這個強弩為主 配上大蟲車 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搭配 還有這個 劍兵勇士跟維京狂戰士 好這邊 維京跟 哥德兩邊 升級時間是差不多 沒意外的話 生地王時代才是決戰 這邊先稍微快進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 帝龍時代會怎麼打 左邊蓋一根新的寶 想要守護掉這個石頭 好 剩到帝龍時代 化學三級色補相 這根寶 蓋起來會有點辛苦 而且後方的戰毛病經過來 但我覺得還是要蓋喔 可能要拉多一點村民過來蓋一下 會比較好 不用村民當肉盾 後面的強弩趕快去射哪弓 前方狂戰士進行攻擊 戰毛兵 戰毛兵 去吸收非常多的弩兵的傷害 現在弩兵雖然補下了弓兵鎧甲 但是已經損失的快一半左右 強弩還在繼續輸出 不是強弩 一般的弩兵 這邊拉了非常多村民來蓋十三村 OK 直接蓋了起來 來 28隻 28隻 水量蠻多的 三級色加化學 強弩要趕快補一下 這裡強弩相當關鍵 但我已經這邊是優先補下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想要防下馬共傷害喔 畢竟加二防還是挺多的 畢竟在補下三級的工兵鎧甲 重裝馬共也升級上去了 兩邊都是沒有拇指環的文明 那馬共的優秀點 就是在於重裝馬共升級上去之後 傷害變7加4 跟畢竟的狂戰士幫的工兵傷害是一樣 都是11點傷害 血量上來說比毒兵還要再更高一些 多了一倍的血量 一倍多10滴 那維竟人補下了板甲 沒有點強弩 似乎是意識到哥德爾轉出的戰毛兵 對自己可能會鼓勵 想要先轉出步兵鎧甲 扛住一下前方的戰毛兵跟馬共的傷害 但維竟要用步兵扛下馬共 其實是偏難扛的 這件人家的傷害是11點傷害 維竟狂戰士有這個板甲 也是頂多是5防的防禦力 所以打起來還是有點偏痛 打一下還是有6滴血 但維竟這邊村不出來到136村 經濟越來越好 可能是想要打個150嗎 強弩都在補下了 強弩都補下之後 攻擊力也可以開始慢慢提囉 維竟這邊的斷造技術 右邊有少量的毛兵在進行騷擾 看一下正面 正面這部分維竟狂戰士往前 擊殺掉了一些戰毛兵 但後方的馬攻數量還是很多 這裡兩台巨頭好像沒有碰好 走到最前線 後方兩台巨頭先行反制一下 哥德這邊的巨型偷死機 但是有拉聰明過來修理 兩台火砲開始反擊 這就是哥德後期比維競好用一點地方 有火砲砸這些巨型偷死機了 就會比較方便 OK 直接換掉兩台 四百金入障 這邊高地反擊戰毛好像有點麻煩 扛不住 好 這邊射掉了一些馬攻數量 先趕快點後面馬攻就對了 不要再跟他的戰毛兵去... 毒小了 這個戰毛兵在前面砍了非常多傷害 現在強弩只能射兩滴血 狂戰士幫還沒有補下 射強弩非常不划算 射這個戰毛 死的強弩 哥德補下了無政府狀態 銀貫技術 開始轉破兵 死的 單哥的這邊去打戰毛兵配馬攻 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那維競要怎麼打這個組合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轉出戰毛兵 然後自己轉戰毛 OK 一轉戰毛 配強弩就行了 因為戰毛兵能打戰毛也可以打馬攻 其實存戰毛也行 但換點強弩的話可以防止一些... 呃... 補足一些傷害啦 這樣講才對 好 各的威隊出來 三台巨型偷刺繼續給阿力 好 毀劍華但是往前 上高地想要反擊 戰毛兵到後方的馬攻實在太多了 30隻啊 好 各的也轉出了肉麻 各的也是有大肉麻的文明阿 到了帝王時代阿 大肉麻 開始後面騷擾也是不錯 好 那這邊無政府狀態一升級好之後 是從後方開始產出各的威隊 我已經忘記了後方有一個均勻 沒有用這個聰明用木槍圍起來 後面這個均勻開始展現出他的價值 開始產出大量各的威隊 到處爆砍 哇 維基這邊好慘 這樣被前後夾攻 各的前方的軍事優勢還是非常巨大 火砲給的壓力非常多 涼了 剩下為涼 左邊的三隻各的威隊還在輸出 各的威隊基本上有10點傷害 跟騎士的傷害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這邊有加易攻 所以只要4到就可以收掉一隻村民 非常痛 右邊的城鎮中心也是BBQ 維基這邊村民處降至只剩下105村 這面馬公沒有繼續交戰 反而是專心BD後方村民 直接收掉了維基 這場比賽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有哥德人拿下勝利 大概贏了600左右資源 畢竟圍巾這邊經濟太好 免費的手推車跟輪子 即使他這裡被拆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經濟稍微落後了一些 但最後還是沒有輸入哥德的態度 哥德真的只能用軍事 打擊後方的村民 才有機會拿下圍巾 打消耗戰來說 哥德還是偏弱了一點 如果不打步兵的話 步兵的話 可能圍巾是會輸的 但以打馬公來說 哥德是沒有任何的折剋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